干水青州骏马 峨眉满月雕宫 西年绝响化长红 甘胆今朝有通 空有男儿热血 恨无永世英风 狼烟将起太山东 水血渡狼诗诵 这首诗呢是已故的象棋大师崔岩所著 在五月初的时候呢 崔大师因病去世了 享年六十六岁 今天咱们讲一篇他和闫文青大师下的棋 这是九七年全国赛 闫大师先人指路开局 崔大师足底炮 红方补相 黑方鞭马 红方正马 对手补相 红方直居 黑方横居 跳鞭马 亮横居 双方在这排兵布阵 此开局呢也是没人走过 闫大师四脚炮 崔大师学个局 红方出右拘 黑方跳鞭马 这是双鞭马 也叫好蝴蝶马 崔大师有意为之啊 红方进右拘过河 黑方走四脚炮 红吃鞭组 对手呢 把一路组冲起来 然后 红方上市 黑方也上市 红出类拘对子 不换 平拘抓炮 闫大师退到底线 哎 这个时候黑方 拘九平八 哎 这怎么事呢 鞭马不是没跟吗 下棋的时候 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多看几眼 哪有白吃的午餐呢 红方砍马的话 黑方有个炮轰抵势 双炮打双鞭 红方只能说呀 砍中将了 黑方采鞭 红方吃炮 那这属于一局换栓 而且是不情愿的 总体来看是黑方占优 吃马不好 闫大师 炮八平七 黑方退炮 要打死鞠 这里只好先躲 那也打一下 红方平鞠到中间 黑方进鞠 别向腿 试探一下 看红方的炮打不打 严大师没动 将兵冲起来 崔大师足跪拱鞠 往右拉对子 换了 换了 采 浸泡打兵 红方身居过河 他是想啊 上马吃足 将黑方的鞭马换掉 让其这一侧变得非常空虚 黑方充足上岸 黑方充足上岸 来个空城计 红方上马 这不是叫杀了吗 卧槽在平鞠 这种局面挺常见的 黑方有两招棋不能走 一个是称势 你往哪边称都一样 挂脚一僵 只能上 进鞠绝杀 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 最容易出错的一招棋是平局 这样走就丢了 卧槽 红方有赤脚炮 降出不来 只能电 再回马一挡 躲鞠就再卧槽 黑方就得砍 丢了 那你现代城市呢 红方不要挂脚 黑方可以电鞠啊 先下敌一僵 电鞠就挂脚 他唯有上将了 这时候给马跳开 用炮打鞠 你要是想留着 老将没了 彩炮一僵 黑方出了一抠 刚才把实战中容易犯错的地方说了一下 现场这个崔大师啊 退炮防守 这个对 而且是最直接的 严大师平炮 对手进炮将军 那这个炮放哪呢 进四步 我当时以为他会多进四步 放在黑方炮旁边 不然猜错了 那他少进了四步 就是说想放中间呗 反正甭管放哪吧 红方现在都是大优啊 此刻呀 黑方崔大师 落势 他是想调整一下将门的方向 这个棋呢 只能说是对付 严大师 卧槽将 这里吧 想上将 但是不行 人家红方平炮一将 这怎么接啊 老将不敢赌啊 飞向的话平居在将 疯狂顿挫之后还能回马将 电居呢也不行 红方有个妙手 平炮 这不叫杀了 一将就死了 黑方唯有吃马 卡了一将 退将 浸泡将 这只能不是了吧 下敌 电视 抽居 不用再玩了 这里 严大师卧槽将 崔大师选择 平炮 别马腿 没敢上将 红方还是平炮将 这回呢可以补试 红旗平炮叫杀 下敌 黑方呢也不想平居 他出将 红方劈头盖脸一将 不敢回啊 成事 杀掉 电炮 大家看一下啊 这步棋 确实是无奈之举 但要看仔细了 他可是锁住了 红方的攻门呢 严大师现场 杀红眼了 他浸泡将 这招没问题 黑方上市 下面一步棋 红方如果能冷静一点 他应该撑市 这就没事了 可以下截落了 红方必胜 而实战呢 发生反转了 严大师选择炮击中士 叫杀 咱们先把这个杀旗说一下 虫炮将 没地方跑啊 也吃不动 只能电枪 再往这一蹦 死了 像踩不了 炮子也没法电 老将躲不开 就是说 红方有连杀 但关键轮到黑方走啊 人家狙炮 双将 应该说只能电鞠了 最起码还能换个炮 这没准还有点希望 现场随手又补个式 黑方砍式一将 这是双将 这鞠呢还有根 拿红方这当炮架了 没办法只能上帅 最后黑方斩掉红鞠 其实到这儿呢 黑方的炎大师并没有认输 他浸泡将 红方飞向 又来一将 红方飞到中间 到这儿一看实在杀不死 随后才认输 这完棋我觉得吧 就是杀红眼了 把黑方那炮给忽略了 但没招啊 输了就得认 别的也没啥了 大家关注点赞 下期再见